对不起 对不起 有什么不好 有什么害 国祖最强伯孙 果然明确 我都为人连手结阵 才能拿下 什么最强伯孙 学到许就是个人不原意 我不不撒ıt 不用 你怪 要怪这块没有用 这是你 习乌 幸福的 明年的今天 这是你的孤姬 喝一个死离 上你都废话 谁 谁 死亡已经离不过屁葬 大王 不好 还要自爆了 真傻疯子 不过于尽 快撤 连魔族也参与棋子 哪怕我便实力揍了魔子 也无法摆脱人魔混血的出生 什么高疲血脉 如此 出生 说到底 还是我太弱了 人又如何 女人群 这千年 成剑所束缚 超越此生的尺寸 撒倒之境 这是 天老的快捷 一种生怀 但是这心的生怀 我只得到其所未有的至高之境 这是我尊的 你全力化之日 救生 正如君入山 为什么 我愿意把你给攻击 救救救我 救救救我 救救救救我 啊 祖宫王 既然天不猛王 这犯死之仇 杀自己这 说不坏 就是这里 刚刚爆发出了堪比师尊的鬼族气息 有老夫震场 怕他坐身 以身 什么嘛 原来只是个刚物门的杂毛啊 小子 想活命 就将你的同伙去向交代出来 在跪地磕头求饶 世尊或许会放过你 你们三个想活命的话 跪地求饶可能还不太够 再加上磕一百个想头吧 狂妄的小鬼 今天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世尊 用不着您动手 让我们来教训他 臭小子 想死就直说 我们成全你 千珠万多的鞭子 就这 师弟 小师弟 成那命来 你 你到底什么来头 求饶 我也只好成全你 既然已经找上门来了 那我的复仇 就从你们开始吧 认识我这张脸的人不在少数 得稍微调整一下 障眼法 那小子的气息怎会在此处 敢对我下手 丑组织 难道是想被三大世家踏平吗 三大世家 哈哈 陈少爷怕是不知道 这串买卫背后的金主 可就是你们三大世家之一了 什么 是叶家还是苏家 死人是不需要知道答案的 给我上 什么人 尽管坏我好事 路见不平的人 卓组织的事你也敢插手 看见老娘手里这几条狗了吗 他们哪一个出手 都能弄死你 曹有耳闻卓组织用密法夺人心魄为己用 今日一剑果然卑劣 杀你都嫌脏了我的手 不知天高地厚 让你见识见识卓组织的厉害 畜生们少去撕碎猎物 他们联合起来 我根本不是对手 没想到这家伙一招就 他到底是谁 你是何人 七华 连本尊都认不出来了 尊上 尊上没死 太好了 喂 你们三个 想不想报仇 行 我 尊成全 我等任凭 我尊差遣 算你们识时务 静置已除 血债血偿的时候到 这一日就这么没了 我又能控制我的身体了 也是 魔族最强魔尊 不用 你这样做 我怕被卓祖之报复了 吉少明慧 也是你这种垃圾能叫的 找死 贱人 今天也让你尝尝 索别加深的滋味 区区魔尊 和那位大人提邪都不配 杀了我 就死定了 没许 坏他们就会下去见你了 多谢阁下出手相救 阁下 真的是魔族无用吗 好强 简直没有反抗的余地 怎么 你们人族没弄死我 心已不甘 满动尊上 脑子第一个死了你 尊上误会了 我们陈家并未参与 参与为杀魔尊的是 叶家 孙上 这人没撒谎 孙上您被那些狗杂种的围杀 失去音讯后 属下和弟兄们 分头去找他们报仇 属下无能 被叶家俘虏 拥进了卓组织 这个卓组织 抓了咱魔族 过少兄弟为他们卖命 老子现在清醒了 一定要让他们死 我葬身之地 叶家居然与卓组织有关 看来设计为杀 我的也是叶家 既然他们敢对 我的人下手 那我不好好 回敬可不行 不行不行 是属下无能 怎么能让尊上 为属下出头呢 动我的人 就是挑衅 挑衅我的人 只有一个下场 死 尘尚 有没有兴趣 和我演一场戏 尊尚 这里就是卓组织总坛了 尊尚居然这么有兴致 化身为那个 卓组织的恶女演戏 看来那场为杀 对尊尚已经没有什么影响 真是太好了 走 去会会这里的头 拜见堂主 好一个主组织 居然敢用如此卑劣的手段 奴役我魔祖 堂主 总堂主正在接待贵客 指明要你手中这个人 见机行事 知道 总堂主 陈家小子带回来了 好 办得不错 有赏 先下去吧 苏二当家的 我们办事 你绝对放心 你看 奇怪 此人的气息怎会如此熟悉 你 你是苏家器重 你居然没死 好小子 好小子 胆子挺肥呀 居然敢冒充我的人 苍头露尾的 没种以真面目是人吗 我怕你们见了 我怕你们见了我的真面目就没你见明天的太阳 苏家对血脉感应的能力还是一如既往准确的让人恶心 你 你是魔族最强尊者 无用 你居然还没死 苏尔当家的 你刚刚说这个魔头是你们苏家人 我呸 和魔族有关的野种 哪有资格当一生苏家人 平白玷污了苏家的名声 你他妈 让他说 别以为当了个什么魔尊就高贵了 那也改变不了你是个野种的事实 要不是生下你 我小妹会落到如今天地 都是你这个扫把兴野种的错 想怎么了 苏家把他怎么了 野种给我闭嘴 你没资格叫我小妹娘亲 今天既然撞到我面前 我要亲手替小妹 和你这个野种 去死 野种 有本事就杀了老子 老子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你是我娘的二哥 我不会对你怎么样 但是你自己结下的仇 由你自己承担 陈少 看在我的面子上 留条命 没问题 陈家的混蛋 小子和聂中 你们给我记住了 最强魔尊 又如何 你如今闯进了我的地盘 就留下来 给我做宠物吧 哈哈哈哈 放肆 竟然敢对军上考出狂言 你找死 这群垃圾还用不着尊上出手 我们上 愚蠢 奴隶 敢说什么样 我跪下 有武刺 谁敢让他们跪 怎么会 居然这么轻易 就挡下我施加的力量 雕虫 多谢尊上 你尊上 一个被五足联手 打得爆头数窜的伐种 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看场上那五个家伙 联手都弄不死你 不是你有多厉害 而是他们五个没用 现在就让你见识见识 真正的五足联合 现在跪地求饶 爷爷我还能赐你一个奴隶身份 不然 你就等着被红城扎吧 哈哈哈哈 碎卦真多 到底打不打 死到临头还嘴硬 那爷爷我就成全你 五足傀儡阵 小虾 什么都骗不住 受死吧 哈哈哈哈 也不掂量掂量 自己几斤几两 就敢跟你爷爷作对 死都 你没事 怎么会 足联手 的确威力不锁 我也想再见识一下 才听你说那么多废话 好啊 现在你已经没用了 我的铁链 怎么不受控 啊 魔尊爷爷饶命啊 叫人知错了 这么多 还想让你追着 真是死有余辜 他们身上的禁止 没有完全去除 与其被卓组织继续操作 只有我所有 你们身上被施加的操控术法 已经被我抹去 你们自由了 多谢前辈元首 大恩大德 莫尺难忘 前辈恩同在造 事后有何吩咐 万辈赴汤汤导火 再送不辞 尊上 真的是你 太好了 你没有被魏格尼个叛徒害死 孙女生 我们这就杀回去 上魏格尼魂断 我藏身之地 不计 我在人族还有事要说 此处正好作为 我们在人族的距离 这就是魔族最强 这就是魔族最强魔族 都说魔族狠了 但今日我们被奴役 却是这个魔族救下我们 无论如何 我们的命是他救的 只能够报 才是我被封锁应当 我等受前辈救命之恩 无以为报 前辈在人族之事 我等愿效全马之劳 即使如此 今后此地名为 五族堂 无用以五族堂为据点 太险齐华等人 前往各族查探 当日围杀自己的仇人行祖 魔族 我和苏尔当家的误会一解除 他是被叶家利用了 才会找我麻烦 叶刘那个杂主 想要让苏晨两家自相残杀 他们叶家好坐守羽翁之力 就一个弄死他 你们的恩怨我没兴趣 苏晨 把你知道的 关于我娘的事都说出来 你还有脸问 当年你们父子混蛋一足了之 小妹被家族软禁在禁地 吃了多少苦啊 怎么没见你们来救他 五族大战 我和大哥出征回来 小妹却失去踪迹 魂都不稳 生机微弱 这都是你们害的 狮子苏家进地失踪的 带我去 你这臭小子 想说也太狠了 老子好歹是你二舅啊 要不是我娘二哥 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 这该死的拓崽子和他那个魔族凶残老爹一个德行 真替我小妹不值 要不是看在他好像真有能力救小妹 老子才不会带他来苏家 这是苏家的养心格 小妹就一直待在这儿 最后的气息残留也是在这儿 我瞒着整个苏家把你带来已经犯了大忌 接下来的事 你自己看着办吧 人族只有陈彦朗家 皇族 清胜山 和被这臭小子一窝端的卓祖之几方势力 用势力在苏家眼皮底下 神不知鬼不觉的卢祖小妹 皇族与清胜山和三大士家 井水不犯河水 嫌疑较小 大哥总说要平衡三家的关系 现在这小子出手 说不定真能行 虽然我的太初神谷 能够不惊动人族户族大阵 但你不是人的评论 他真有能力 这臭小子还真有两个小子 这都伤不到他 你不是狠人吗 爱着何人为何擅闯苏家禁帝 经历 人都是 算什么公平经历 熟悉的护理真切 是苏默和那魔头生死的杂者 果然是那个小杂者 身上这雪光 和那魔头一模一样 想不到苏默当年犯下的错 如今居然还敢找上门来 苏家数千年积业 就因为这个污点 让我们严密扫地 苏默是有阴有火 就让我们抹去这污点吧 叶长 你还有何一言要说 我倒要看看 你们有什么名字 受死受死 怎么可能 我们的宝器 竟然被一个打中破了 被破的又何止是你们的两把破铜烂体 为什么灭不掉 不要 搜文树 我娘是怎么失踪的 当 当时我们 被一股强大的威亚 震晕了 等我们醒来时 苏默已经不在了 没用的东西 活着也是丢苏家的脸 你 你不能杀我们 我们是苏家长老 你要杀了我们 苏家家主 不会放过你 正好 我倒要见见这个苏家家主 怎么养着一群废物 却不顾自己亲妹妹安慰 这是娘的魂灯 魂魄的状态不妙 臭小子 你居然把守门长老都给杀了 糟了 大哥来了 擅闯苏家禁地者 死 大哥 他是小妹的儿子 他能有办法找到小妹 所以我才 不 住口 我们苏家 没有魔族孽种 孽帐 欺我二弟 杀我守门长老 这部苏文 定将你错顾养晦 苏家除了我娘 剩下的都是一群只会乱废的废物 看什么看 出去 这臭小子难道是怕波及我 这该死的魔族 下地狱去吧 苏家功法用成这个 那是糟蹋 好 这才是苏家功法的真正功力 你 你怎么会高解苏家功法 你应该问 自己是多无能 才让苏家功法停留在这么容易 的阶段 你的命 到此为止 怒死谁手 尚未可致 胆敢动一下 我立刻捏碎你娘的浑灯 你不是很能吗 有本事你动手啊 跟你娘一个德行 都是一等一的蠢货 我一次次给你娘机会 可她呢 一次次让我失望 名丸不灵的蠢货 落得如今神魂俱灭的下场 完全是旧游自取 哈哈哈哈 你乖乖受死 你娘的浑灯就能在苏家 燃尽到最后一刻 别怪我心狠手浪 要怪 就怪你那个魔头爹 不敢来惹我苏家 我娘 到底在哪 放心吧 我很快就送你去见你娘 苏莫呀苏莫 要不是你儿子来 我还真不知道 怎么为你续命 用你亲儿子的血 应该还能帮你在 叶家老祖上 再坚持把原刺 原来我娘不是石子 是被你利用去卖命 你 你明明已经被我杀死了 怎么会 怎么会还活着 理解不了 好很正常 我堂堂摩尊 又岂是你区区人族修者所能看透的 啊 你要做什么 啊 让我娘为你卖命 那么你这个当凶者 依然敢用失魂大法 这么残忍的方式 都是我娘的原神 啊 叶家 我要让你全足集权不留 这是 用儿 用儿 起来了 说了多少次都不听 别在这么危险的地方睡觉 娘这回 可真生气了 娘 娘 我有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 哦 你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缘来 娘这次 真的要用家法了 娘亲先别生气 我今天来这里 不是贪玩贪睡 是为了特别特别重要的事 娘亲 这是我和爹送你的礼物 娘亲 祝你生辰快乐 果然是很重要的事情呢 谢谢我的乖儿子 娘亲很高兴 不过小机灵鬼 就算有你爹的魔力倾注 没有开启秘术 可做不到这个 所以 你什么时候学会到生长秘术 嘿嘿 没多久 爹出门前教了我一遍 我三天就学会了 我家用完这自大的性子 真是和你爹一模一样 娘亲 他们是谁 庸儿 别怕 他们是你大舅和二舅 要有礼貌哦 大哥 二哥 许久不见了 这是我儿无用 大舅 二舅 我这外甥都长这么大了呀 小妹 你现在不是许久的时候 苏默 你如果还当自己是苏家人 就跟我们回去 对了 兽族和妖族突然开始扫荡我们的势力 我们怀疑是叶辰两家在背后高轨 因为 此事紧急 没时间跟你详细说 你先跟我们回去 事情解决后 是走是留 你自己决定 家族有事 我不能不管 何况大哥二哥亲自来 庸儿 娘有事要回一趟苏家 你去你爹那里好吗 娘亲 你是要去打坏蛋 庸儿也可以帮你 把爹家围来一起去 庸儿 你听着 见到你爹以后 给他看娘留在你手上的讯息 还有 你要答应你 我没有来找你 你绝对不能回人族找我 记住 庸儿 娘有事要回一趟苏家 你去你爹那里好吗 啊 娘亲 你是要去打坏蛋 庸儿也可以帮你 把爹家围来一起去 庸儿 你听着 见到你爹以后 给他看娘留在你手上的讯息 还有 你要答应你 我没有来找你 你绝对不能回人族找我 记住 娘亲 怎么会想起那么久以前的事 会是娘想要留给我的讯息吗 这里到底是 娘 你不让我回人族找你 无非是不想让我受到伤害 现在 放眼整个人族 谁能拦我 一定要找到你 娘 你可千万不要走 这是 要引我去哪里吗 这里是 一个人族祭坛 看上去像是什么门派生地 我已经离开苏家境地了吗 莫问 怎么会 他还活着 莫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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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似乎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是谁 是谁在叫我 莫问 真的是你吗 你怎么会在人族 莫问 对他做了什么 莫问 怎么回事 时间和空间好像有些不稳定 刚刚发生的 并不是一时一地的事 哪里来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猫孩 也敢闯进这里 真是 自寻死路 刚刚是怎么回事 是谁在叫我 圣女 那是什么圣 为何 圣 圣女 护天柱 护天柱上的魔鬼 封印的是整个青蛇山的灵气 你才往显 显生神就不停在 啊 发生了什么事 不愧是圣女 一脱手就把护天柱压住 不然我们圣地灵气 我 绝不 却爱天理 人家 做释放灵力 回程 逐出世门 想不到你整个青蛇山的力量都不能完全压制明我的玉塞 这股破坏的力量 究竟来自哪里 今日发生的这一切 难道是和那个呼唤我的声音有吗 想不到你一个半人半魔的小子 居然能扛得住我们五人的威亚 没有灰飞烟灭 看他样子 也不够魔族魔尊修为 反倒离他是扛不住 可是我人 并非本子 而是他们为什么后 我在此处空间的怒气能量 免得混淌英雅来死 也就是为了让我将这些能源 受我们其用 不够也只是一个魔族杂种而已 一将才死别是 什么 这就是你的最强功法 还不错 死你这般魔族的杂种 无配得到我等的传承 一口一个杂种 既然你们这么想死 那我就确之不公 死你这般魔族的杂种 无配得到我等的传承 一口一个杂种 既然你们这么想死 那我就确之不公 若为 警方 小子 你烧着不为劲吧 你烧若等闲 小子 让你常常被万剑穿新的滋味 听见 直手不拉 直手 你让你自食其果 直杀也未休 臭小子 我半截不复吧 我要让你胜不如子 是 木字大 容易翻车 哇 两树千头万目春 三十功名 沉于土 人族修为 大成绩巅峰 还有神官 不如修炼 其他各自无法的天职 但到目前为止 还未有机会修炼 没想到这一趟 你也直接将人族境界 拉到圆满 不过到了圆满 却不见飞生肚结迹象 怕也是我太初神魂的体制 需要将我 独炼至圆满方能成功 娘 谢谢你送给儿子的这份大礼 谢谢你 上去救你 父亲 其他 究竟是想做生意吗 究竟是怎么回事 终于回来了 臭小子 你这三天都带着小妹的魂灯去哪了 你知不知道小妹的魂灯离开苏家境地会出事的 你说什么 我娘的魂灯不能离开苏家境地 你看 魂灯稳不住了 赶紧 赶紧放回湖中心的高台上 幸好幸好 没错大事 苏家境地是苏家灵气最盛的地方 小妹失踪后 魂缘虽微弱 但受此地灵气滋养 始终能保住魂缘不散 看来 只能将娘的魂灯再留此地 除了无人可活 娘 这也没人能伤害你 你去哪 我大哥人呢 杀了 什么 奇怪 为什么我只能感应到 娘成竞留在叶家的残留气息 却不见本人 他被转移了 看来 只能找叶家人好好问清楚了 既然 问我娘成竞 曹兵叶家 招 和击沉杀 吃铁枪 没击 叶家侧地 速速动身 反应 快 哪来的小畜生 敢来叶家杀叶家 不杀无名之辈 报上名来 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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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配 狂 招出你的魂魄 招受三百年的折磨 叶家锁魂阵 锁魂阵 很好 你们叶家既然这么喜欢 用这种阴损的招数对付他人魂元 那我也不能太客气 兵术前头万末 这怎么可能 我的法宝 不要啊 这什么鬼东西 救命啊 我的脑袋 月刘少爷 救命啊 小木 一火烧之力 纵火 你还没问过我答不答应呢 野马兵达 孟来 飞龙在天 飞龙在天 你这个魔族居然没死 很意外 不应该啊 毕竟连你这种不敢正面对敌 只敢和一帮跳梁小丑联手背后暗算我的货色 都还活得好好的 小子 别管用什么手段 弱肉强食 成王败寇 我能杀你一次 就杀你第二次 这次直接抽了他的魂元 你叶家独门的使魂术困了他 玩火是吧 那就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才是横角 定 掌 烈火焚烧 若 闲 不可能 为什么我的火星阵不听使唤了 你这么短的时间 到底是怎么从重伤中恢复 还变得这么强的 我为什么要告识一个死 去 我的手 你这臭 你再喊 我就废了你另一条鸽 你们叶家把我娘藏到哪去了 原来你有求有我呀 你以为老子会告诉你吗 不是 我说我说 苏 苏莫被家主带去了青盛山 进行最后的夺赦准备 时间就在三日后 还有呢 我 我都已经说了 求你饶了我 最后一个问题 我和你们其余四族无冤无仇 你们为什么要联合我魔族叛徒杀我 不 不 我不知道 我不能说 我 啊 联合杀我的秘密近日居然这么强悍 只是提起 有魂园连同兽体一起自爆的 是七华那小子 尊上 不好了 青盛宫的圣女被人族皇帝抓走了 人族内侯与我何干 我们的人发现 人族圣女与莫威魔尊长得一模一样 人族皇帝传现圣女的美貌 今日就要强娶 难道莫威也没死 人族皇帝 很好 你就是青盛山圣女 美 真是美若天仙 你身为人族帝皇 确认为被祖宗遗心 被青盛山圣女出生 你就不怕天谴吗 天谴 别说朕乃真龙天子 就算天谴 那罚的也是那些 寄于朕的圣女爱妃的人 你青盛山如今灵气尽失 你这个圣女 连我皇家特制的锁魂链都挣不开 还谈什么天谴 只要你乖乖地当朕的爱妃 哼 你还真是可笑 你以为 趁着青盛山所有人都为了镇守护天柱而伤众 就能为所欲为 哼 你什么意思 你们那护天柱 如今明文消散 就只是五根普通的柱子 还能再聚灵气不成 皇帝到底你这一生 居然愚蠢至此 青盛山最重要的不是护天柱 而是圣女 只要圣女在 明文会修复 灵气自然会回归 圣女不会死 只会转世传承 而你 将会为今日所为付出代价 贱人 敬酒不迟吃罚酒了 还差一点 就能整盖这锁魂链 就算我如今真气不足 大不了就会这狗祸地头归于尽 你要干什么 你这种不知好歹的女人 根本不用什么及时行礼 朕现在就犯了你 你敢 谁 莫问 你 你的声音 你是我梦中的那个人 哪里来的小贼 赶紧放了朕的爱飞 朕还能给你留个全尸 你打我妻子的主意 你与神魂俱灭 妻子 她认识人了吗 哈哈哈哈 原来是个疯子 人族青圣山的圣女是你妻子 哈哈哈哈 艳之华天下之大鸡 青圣山 眼前的莫问你却没有一丝默契 是人族 和我在娘魂灯里的幻境里看到的一样 嗯 四方侍卫 速速诛杀子贼 好胆 快快扶住 小心 别担心 没事 皇族护卫就这点能耐吗 还是不要出来丢人现隐了 居然有这种修为 你到底是什么人 死人 不需要知道我是谁 白金 皇家 糟了 那是皇族最强的锁魂八卦阵 哈哈哈哈 不愧是青圣山圣女 连皇族最隐秘的杀手锏都一清二楚啊 你 啊 竟然又遭受烹阵的妃子 朕的爱妃 只要朕能碰 臣领命 莫问 别喊了 人不是在这儿吗 呀 不用白费力气了 修为居然被压制了 举居一道结界都破不开 被八卦所魂正困住 就算是妃生的大能 也在前难逃 不自量力的小贼 敢和朕抢女人 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狗皇帝 你放开我 妹人 你就尽情骂吧 朕就喜欢你这么野的样子 奇怪 锁魂链的压制好像消失了 他 他到底是什么人 身处八卦锁魂阵中 居然还有余力帮我 好了 朕要和爱妃动防花烛了 这小子 给朕处理干净 曾遵旨 八卦锁魂阵已经上千年流启动过了 能死在这里 是你的荣幸 小子 安心去吧 锁魂八卦 讲旗 千年来 能闯进皇宫闹市 你是第一个 想不到在八卦锁魂阵面前 也还是不堪一击呀 真是没意思 说得没错 的确不堪一击 什么 不可能 你身上的修为明明被尽数压制 怎么 怎么可能 错了 你的阵法压制的 只是我人足的功法 你 你身上还有别足功法 怎么可能 一个人 怎么可能修炼两种功法 还是错 不止两种 爱妃 这这就来好好疼爱 狗皇帝 皇帝 不愧是青圣山圣女 既然能靠着半残修为 冲开锁魂链的禁制 今日如我青圣山之仇 不死不休 不愧是朕的爱妃 朕要跟你好好玩上三千三夜 今日如我青圣山之仇 不死不休 不愧是朕的爱妃 朕要跟你好好玩上三千三夜 我本就富上 如此相持 揪手必尸 开了之后输死一波了 生活雷弹这些 即便是杜杰气也能逃一死 对付区区合体积的狗皇帝 够用 神火雷弹 你 如我青圣山 这便是代价 现在的状态是出生火雷弹 果然还是太勉强了 还好古皇帝已经 什么 你居然没有死 朕有金龙庇佑 想杀朕 朕要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出手啊 朕倒要看看 你还有什么能耐 这张亲圣的脸 真是和被朕狠狠蹂躏 把你的脏手 挪开 竟敢伤朕的手 喜欢吃法酒是吧 朕就成全你 这只手敢伤朕 那就不用了 朕还 从未受过如此屈辱 没想到堂堂皇帝 竟然只能在嘴巴上成威 贱人 你以为激怒朕 就能让你死得痛快 休想 贱人就算要死 也得是被朕玩死 你想到前世的记忆 稍微觉醒便 你死也不能让这狗皇帝得逞 起来生解体大法 贱人 你居然还有余力四报 不要 莫文 我来晚了 你 无需多言 智商要紧 骨头断了 居然连心脉也受了损伤 难敢伤害莫文的人 心臭旧恨 都给我血债血肠 你闹静 你现在很虚弱 好好休息便是 你有什么话 让我解决了这个砸碎再说 妖明 我不是的手算 人当正不想合手吗 你死吧 妖宠想起 一下就用不出来 那么 你想怎么死 是以为朕没辙了吗 那个贱人朕留着玩 还饶他到现在 在 杨辉 好好的宫殿就这么烧了 真是宰卖野田不兴 那你把你祖宗弃活了 这场火 我替你灭了 你 你这 你这什么样法 就这点本事 没有这条龙 你还能做什么 心灭 我的龙气 真的龙气 不 你 你要干什么 我 不许我受痛苦 也十倍奉还 你 出生 竟敢伤臣如此 尽 你 对尸万断 花卦祖宫阵 微信 用足大成奇 逼朕用出真正实力 朕对你的来头 越来越感兴趣了 可皇帝居然可以隐藏了凶尾 大成奇加上整个皇宫大臣的辅助 非生大能怕是都要守在此处 喂 这和之前的索婚战已经不是一个级别的了 你别管我了 赶紧走 走 哈哈哈 你哪里也去不了 让你将这里逼到如此境地 朕要让你这个蝼蚁知道 惹怒天威的后果 我到底 你 到底有什么能力 徐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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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他 所有行为都被压制了 这样下去 迟早会被累死 真的神兵无穷无尽 来吧 让朕看看 你到底还有多少能耐 靠这些虾兵蟹将就能耗死我 人族皇帝 原来是个天真的蠢货吗 既然你想死得快些 朕就成全你 归须离魂大法 你快 原来是你 魔族那个杂种魔头 难怪国师拦不住你 但是对上朕的归须大臣 你有再多修为 都是枉然 认得出我的本体神魂吗 看来他也知道点什么 你我在此之前从未见了 想不到人族皇帝仰慕本尊至此啊 嘿 要不是叶家 朕才懒得管什么狗屁魔尊 不过 五族联手都能让你跑了 还要朕来替他们解决 真是一帮没用的废物啊 五族联手暗算本尊 亦是知情者了 怎么 事到如今还想查明真相 反正 你马上就要在朕的规矩大阵中灰飞烟灭 魔尊 魔尊 魔尊魂术 他的神魂都被朕抽出来了 还能突破龟屈大臣的朔夫袭击朕 杀我的 夜流并没有对皇帝说 双方只不过做了个交易 既然这个狗皇帝已经没用了 那也不用狼狈事 你这魔头要做什么 原来的鬼族身躯的肉体修为太低 本尊正好借你的离魂阵抽离神魂 这才和你相持到现在 本尊的太初神魂 只是鬼族区区一个阵法能压制的 人族大成器的身体 让我因为肉体修为被压制的神魂力量 至少提升了三成 不错 你真气损耗已经伤及根本 我先替你 没用的 就算你再强也救不了我 圣女的真气损耗 只能和青盛山 莫问 莫问 必须得尽快去青盛山了 原来这里就是青盛山 是娘魂灯中引我来的地方 也是叶家那个家主 带走我娘准备夺赦之地 没有叶家那个家主和我娘的气息 难道真要等三日后 他 我真心 这些是 人 看一种 似乎是青盛山的修成 杀 杀 难道没操控吗 杀 莫问你什么 莫问你什么 真是麻烦 致敬 啊 啊 啊 莫问 莫问昏迷前说的没错 她根基受损严重 以我目前的修为都没法救她 带一道青盛山 她的身体就一自白一自善的流域修 莫问如今的身体毫无疑问是人 她到底是怎么复活的 又是怎么从魔族变成人族的 莫问昏迷后 真的向她问了明白了 刚才在山脚下还不曾察觉的气息 原来是依靠祭坛隐藏啊 西谈 卫问谁受气 你醒了 不如将计就计 好 请你放开对他们的束缚 你确定 你现在 拜托你 尸 尸 尸 还有 什么情况 皇帝的走狗呢 我还有圣女呢 我都说了 你现在的情况 发动这么耗费灵力的法术 想不清 一方没用的家伙 圣女遇难时 你们又在何处 你你你 赶上京圣山撒野 难道说你也是狗皇帝的人 弟兄们 给他点颜色看看 什么情况 这眼神也太恐怖了 对视一秒 感觉就像是被刀划破红管 当务之急 是给莫问疗伤 那里的灵气最逢欲 应该能让莫问 最有效的吸收恢复 你 狂空 欺人太甚 爱心 什么都别说了 先聊上 好 叶家家主竟然有能耐 做这么多事 那我倒要看看 还有什么把戏 神之灵气 说没有攻击此人 怎么会 即使是圣女护法 都会受到灵气攻击的 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说来是秦舍山的灵气 倒是有几分亲切 是柱子 于是我和魂灯中 那些非生大门 牵牵牵的柱子 怎么样了 还好吗 你究竟是什么人 为何之前出现在我的 十海中 难道你真的忘了 我是无用了 你是我妻子 我们在魔族 共度过五百年的光阴呢 直到不久前 我被叛徒联手外族暗算 你为救我而死 圣女本身的肉体 说白了 就是一个有关 青圣山技艺和功法的 传承容器 圣和一世的圣女元神进入 与身体融合后 最先决定的 都是圣女的技艺和功法 至于前世技艺 我的元神继承圣女这副具体 也才不久 前世技艺还未恢复 所以 不确定是不是你的妻子 元神 那也就是说 莫问 你真的没死 你放 莫问 这 发生什么事了 圣女怎么倒下了 清圣山圣女的修为 我收下了 圣女体内存留的 竟是非生大能的传承修为 真是美妙啊 新人 感动我们圣女 这些清圣山的杂谋们就交给你们解决了 阿兵家主 斩杀妖邪 至此护卫圣女 却不能让贼人 奸击得适 既然你们对圣女这么忠心 那我送你们去地府去团聚吧 斩 杀人 问过我了吗 一边用自身修为护住圣女 一边还能腾出公义 敬服我 小虎 在哪里 小子 你杀我儿夜流 趁我不在灭我夜下 你就去黄泉见你娘吧 杀你们母子之前 新圣山圣女的传承修为 我就收下了 新圣山传承的修为 果然不妥卖心 母闻 你撑住 圣女的传承修为 毕竟被我吸干了 你还是乖乖受死 黄泉路上 也好有个伴儿 哈哈哈哈 死了 你不死了 我问 我会为你报仇 这小子 耗费了那么多功义就剩你 居然还有余力 垂死一搏 什么 妖妇 哪命来 雕虫小技 破 不过是破了我破天天剑 一破剑 还伤不到我 自量力 哈哈哈哈 隐以为傲的宝剑被断 什么 忘了告诉你 本尊的魔剑不喜欢杀人 他更喜欢折磨人 我竟然无法阻止自身的血液外流 这魔头 这魔头既是在我手掌上用了术法 等我斩下手掌再重生 切了手也没用 你全身的血不被吸干 本尊的魔剑是不会停下来的 你以为我会相信 你切断手后 血流得更快 死得更轻松 我自然是不乐意 哈哈哈哈 好一个魔头 果然很辣 那不知道 你对着自己母亲 还能下得了手吗 我 孩子 我的儿 你好好看一看 我可是你娘啊 你当真要用那把魔剑 将为娘的血细干吗 真是我孝顺的好儿子 你要怎样才肯放了我娘 把你的剑扔过来 这把剑要是能为我所用 那可就如虎添翼 对 这魔头 居然敢暗算我 糟了 刚才这把魔剑 吸收了太多这具身体的血液 现在两种连红 要将我的原神排斥出去 这魔头 以为想着还要阴险狡诈 不行 好不容易才夺涉了苏末的身体 不能功亏一篑 魔头 你再不停手 我就用刚刚吸收的圣女修为 和你母亲的身体同归于尽 你想清楚 我就算死 就要拉你母亲陪葬 乖儿子 和我斗 你还 什么 魔头 快住手 你看不到我身上圣女的修为吗 你要亲手杀了你母亲吗 看不到的是你 你身上的修为真的是圣女的吗 怎么可能 圣女明明已经被我吸干修为 不是 他怎么可能没事 很简单 身上吸收的所谓圣女修为 其实是本尊的功力 吸引你的修为 操纵我的血液 再从女娘的体内将我驱离 魔头 真是好算计 吸引 太晚了 完全堵射的时间不久 娘的意识现在只是暂时沉睡 幸好来得及 如何 救回你母亲了吗 暂无大碍 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我娘 暂无大碍 魔术 先吃他两条腿 放 放过我 我什么都答应你 哦 求饶 可惜我只想要你的命 魔蛇 再吃他两条手臂 怎么 会这样 搜魂术 果然 当年叶家勾结兽族和妖族清晰苏家的目的 从一开始 就是为了引我娘回族户 好趁机夺舍 等等 之后的记忆 怎么好像还涉及到你和我 什么 这五张别神焚毁的力量 就和当时阻止夜流透露 围杀我时一样 究竟是谁在阻止我探寻真相 看了这个情 只能等娘醒过来才能知晓了 这是 偏偏是这个时候 娘 这是飞升渡劫的天雷 难道说 你娘要在这个状态下渡劫 不可 娘连意识都未恢复 根本不可能撑得过九道天雷 可是渡劫就要开始了 绝不会让娘出事 请你借金圣山祭坛为我顾罚 我才替娘渡过天劫 请你借金圣山 等不住了 莫雷姬马上脚的 我要赶紧冲枕 够了 你在损耗真气布阵 会死 莫雷姬马上脚了 天地归近 今日一盏龙 神凡巨剑 你是 娘 娘 娘 不要走 庸儿 去找我个地方 你会找到你想要的 庸儿 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娘在仙间等你 娘 娘 娘亲 爹 我要去找娘亲 庸儿 庸儿 不准胡闹 你忘了 给娘亲送你回来前 嘱咐你的话呢 我没忘 我都是想娘亲了 爹你不想吗 庸儿乖 爹当然想 但我们是魔族 贸然插手人族争斗 反而会给你娘亲 带去更大的麻烦 我知道了 不会听娘亲的话 乖乖擋吧 这才是爹的乖儿子 但是没想到 之后发生了一系列变故 我们一家人 最终还是没能团育 为了生存 我只好拼命修炼 终于成了魔族最强的魔尊 却被盼到 连手外跌 暗算生死 娘 这次换你等我 儿子很快就来 苏家庆帝我已经去过 是娘的魂灯 指引我得到了人族 非生大能们的修为 其他四弟 也能帮我将另外四族的修为补全吗 若是如此 那倒是值得走一趟 何况 提升修为去仙界之前 我还有大仇佑 莫问 不碍事 你挡雷劫的时候 伤了肺腑 我帮你疗伤 别浪费真气 生女的体质只能自愈 你这次伤得不轻 要靠自愈 恐怕会落下隐级 何事 君上 妖族要办百年一度的万妖大会 邀请了其他四族首脑们 咱们五族堂也收到了 在何处举办 妖族摇驰 我知道了 你安排堂内的妖族护卫待命 我回来就出发前往 是啊 尊少 你跟我一起去妖族 瑶池的圣水能治愈你 行不论瑶池圣水是否有效 妖族也不会让我一个人族圣女 妖族瑶池 号称活死人权 你去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 治愈你的身份 根本不重要 你 你怎么这么霸道 放我下来 我不去了 青蛇山遭遇大变 我要坐镇山庄 你放开 你放开我 莫问 你要是不和我乖乖去妖族聊生 我现在就踏平青蛇山 说的做的 你简直就是个木匠里的大魔头 说的一点不错 本尊就是大魔头 瑶池水能治疗普通的伤势 但你身受雷洁 必须以瑶池七大泉眼的水 才能疗愈 中间这处泉眼开放给人族 正好适用你现在的体质 走吧 我们去买一处泉眼院落 为你疗伤 这个院落灵气最浓厚 就它了 你是这里的管事吧 我们要买此处院落 去去去 哪里来的阿摩阿狗 还想买此处院落 这么点修为 还不配给大爷我提鞋的 我为了隐藏身份压制了修为 没想到却被小看了 哎呀 大人 您来了 院落我给您打扫好了 大人 您这边请 你怎么还赖着不走 告诉你啊 这院落是我们妖帅大人早就定下的 可不是你这下等人族能消抢的 赶紧滚 不长眼的东西 敢对尊上大呼小叫 不要命了 我看你是找死 尊上 属下来迟了 这 妖帅大人居然对这个人族行礼 来的正是时候 只不过这管事 若不长眼的东西 敢冒犯尊上 居下这就处置他 大 大人饶命啊 这小的狗眼看人低 油眼不识泰山 大人留小的一条狗命 给大人看家护愿 算了吧 此人不过言语过气 得饶人处且饶人 既然富人大量 那就饶了你吧 多谢大人 多谢夫人 今日之事 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 都明白吗 小的明白 明白 这些大佬都不知道怎么想的 就这么喜欢隐藏身份 以后还是小心做人吧 离万妖大会正式开启 还有两天 你去查探下 这四人是否到会 是 尊上 妖族妖池 每天日落就会冰封 今天只剩下两个事成了 夫人 你的伤势不能再拖 尽快入池中疗伤吧 不准再叫我夫人 好好好 都听圣女的 想不到这妖族妖池 还真的有智商奇效 这么快就已经减轻我肺腑的疼痛了 怎样 好些吗 嗯 那就好 只不过可惜 可惜什么 可惜瑶池之水 只能治疗肉体伤势 无法令你原神记忆恢复 我身上的伤尽数复原后 原神记忆 就会在尽情慢慢恢复的 真的 谁让你转过来的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发誓 什么都没看到 你还说 是我不对 消消气 对了 一百年前就想来看 瑶池冰封生雪年的盛景 瑶池当时正赶上我闭关 如今 终于能让你得尝所愿了 这百年圣景看一眼 都不往活这一百年啊 都说共同看圣祖的道理 至少能相害一百年啊 如果我真是他的妻子 那四度也不错 娘所说的妖族姚池中的异象 是否要等到两天后 正式开启万妖大会才会出行 其打全眼群 只开放了中间五入 若有秘密 或许和这首尾两处的龙颂两族有关 开始了开始了 莫问 快看 怎么样 是不是 嗯 还没 怎么了 世间再美的景致 也抵不上你一笑 有嘴话说 小娘子 这么急急忙忙的 要去哪啊 良辰美景 如此佳人 不如让本王子 好好相陪游览一番可好 嘿嘿嘿 小娘子别跑啊 给爷笑一个 小娘子 要跑进本王的怀里 小娘子 зад垂里 小娘子 南 finale 暑日 作本身 俺 从 哎呀 你看我这鞋 真是哪里脏就往哪里踩 恶臭难闻 臭小子 该消遣你爷爷 来人 把这小子给你 我的娘啊 救命啊 我们走吧 夫人 想走 恃心妄想 他得罪本王子 我不但要抢走你老婆 还要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 臭死 去死 小娘子 过来吧 你骂兵和 我 哎 你 你别动 脏了你手 你居然能冰冻三倍真火 臭小子 快放开那王子 不然 机里刮啦 丑死了 无人 你看为父的冰雕手艺如何 丑死了 下次改靠 龙族王子 就这么死了 就这么死了 完了 龙王不会放过他们的 我们在妖族地盘这么做 是不是太过了 敢打你的主意 就是整个妖族来了又有何惧 村上 终于找到你了 什么事这么着急 属下查探过了 村上要找的四个人全都没来 而且这次万妖大会很怪 附会妖族 不足往界的一半 村上 不好了 龙皇带龙把咱们包围了 他们说要为龙族王子报仇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回人族吧 不行 你的伤没痊愈 我们哪也不去 我的伤不打紧 你的伤是目前最要紧的 属下这边去召集部下们 帮尊上对抗龙族 不用 你得暗中筹备便可 一切行动 听本尊号令 属下孙秘密 尊上就保重 你要做什么 你相信我吗 明知故问 那就相信我到底 现在先跟我去会会 那嚣张的龙族吧 龙皇 就是这两个家伙 你们就是人族最大的组织 五族堂堂主和人族圣女 正是 不知道你们龙族前来 所谓何事 何事 我儿惨遭毒手 莫非你敢做不敢当 哦 那个龙族败类啊 你们怎么会为那种货色出头 莫非是一脉相成 好胆 竟敢妙视龙族 哼 恼羞成怒了吗 放肆 要动手的话 算了 不急 还有高手要来 先按兵不动 小小人族 弃龙太甚 龙族子弟听令 给我杀 杀 谁敢杀 谁敢杀他 就是与我凤族为敌 凤婷 你是什么意思 龙九 给我个面子 如何 情面 一个人族 哪来这么大情面 此人乃我凤婷未来夫婿 这个情面 够大了吗 凤帝 和一个人族 凤族女帝疯了吧 凤族和外族通过婚 哦 你懂的 怎么回事 这个凤族女人很可疑 我们先静观其变 那本皇 就卖你凤帝一个面子 不过此次大会 自然由你们龙族主导 爽快 我们走 龙皇 就这么算了 愚蠢 本皇这是借刀杀人 凤帝当众说 要与人族成亲 凤族怎么可能大言 龙皇高明 可十九王子 声色全马的废物 死就死了 这凤婆子演戏 还把自己搭进去 真是够疯的 诸位女帝大姐 你帮我们解围 所为何事 虽是初死相见 但凤婷对你 爱慕已久 我以人族 武族堂主身份来此 你怎会认得我 八年前我曾见过摩尊 当时就对你 打住 有话直说 你到底为何而来 我是先讨论的 我得过 我认识 总是 存在 扩门 一部分 都在 都在 轻轻鬆 我们 都在 治疗人族圣女的伤 果族内的瑶池更有效 请两位姨父 此处瑶池的气息不对 被龙族动了手脚 凤族女帝看来有求于我们 就走这一趟吧 莫问 凤族瑶池效果如何 几个时辰后 我的伤势就会痊愈 人族小子 敢跟我抢凤铁 吵死 怎么了 小事 你安心智商 臭小子 松手 我要和你一决生死 就凭这把破铜烂铁 你居然给我保气 一决生死 你还没这个死 你会回来呢 我有摩尊 还亲手下留情 此人是我二十晚伴 一时糊涂 冲撞了两位 我对他赔罪 带走吧 他太吵了 多谢牧尊海灵 听听 这个臭小子 你闭嘴 再有下一次 不用其他人动手 我第一个要了你的命 这凤铁到底要干什么 恶倒对方的信任了 自然 都要堂堂奉地所有 永久 嘴巴放干净点 开个玩笑 咱们共同的敌人 是那个摩尊吗 我只负责把人带到 别说的事不关己 这个摩尊不除 我们整个妖族都不好过 网友过 此次事故 是我管理不当 还请摩尊不要见怪 演技可真不错呀 摩尊这是何意 我对摩尊从无忌满 不说算了 你借摇池给我们 作为交易 明日就会跟你去摇池禁地 但提醒你 要害我的人 本尊一个都不会放过 等等 摩尊 凤庭会向您河畔托出 希望到时 奉武奉足一条生路 说来听听 妖族在此地 战力能得到极大提升 相反 急于四族的战力 会大打折扣 妖气太浓郁了 你身上轻盛之气 和妖气完全相冲 我看还是 我们不是说好了要共进退 还是这么逞强 好吧 看来我们得速战速决 凤庭 你果然没让我失望 摩尊无用 明明今日 就是你的忌日 我可是要追求大道长生的 忌日这种东西 还是留给你们吧 你说呢 凤帝 动手吧 动手 去追上 杀 遵命凤庭 凤庭 你居然背叛妖族 不是我背叛妖族 而是你们错的离谱 好好好 从今往后 再无凤座 只有我龙族独占凹头 凤庭 凤庭 收死吧 九幽毒账 这件幽毒账 是鬼族专门针对我奉族的技术 你果然不会好意 成王百寇 给我杀 什么 居然能破鬼族秘术 雕虫小记 哪能难得到我们人族圣名 鬼族秘法 是 那就别怪我用奇人之道 还是奇人 秘术 雖虫 见语 一个人魔慧玄 怎么又会鬼族秘法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平时又有何 这 杀招 不了解对手这出击 你已有取死之道 好 好 来 来 好 好 来 来 好 好 好 皇尊 不用 糟了 这是蛇族最毒的三步杀 三步之内必要人命啊 不用青圣之气给你去毒 不行 这毒会反噬你 又是这招暗算 你们这些萧小 还真是毫无掌机 招不怕老 有用就行 蛇族女皇亲自出手 能杀你第一次 就能杀你无数次 去 我挡住他们 你们快想办法解毒 好 独自慢言了 清兵咒 等等 你 夫人 你的清兵咒真厉害 我的手差点洞废了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要心情开玩笑 我可没开玩笑 她 我的原神 你这个魔头 为什么能碰我的方向下 弄样的技 要是还能有效 那我不如自尽算 你的那些同伙呢 怎么还不出来 魔头 谁会被你死里逃生 是我们说 清兵 你有来无回 天灾地压 臭蛇伯娘 你居然连我龙族都暗算 玉璇业你疯了 让这么多妖族同报来西阵 区区一座妖族 我妖人即见 离我破 别以为这样就完了 以后手 死不破 尽之 魔族秘法 雷王结剑 什么 我只问一遍 我们一定要联手杀我的目的 究竟是什么 一官 是武族杀性 我会给武族 带来 灭 顶之灾 什么武族杀性 你生蛋了 我尊 我尊 射你他 我问 能侵入我魔族结界的 只有魔族的传送阵 是魏格对吧 你知道的 太晚了 是吗 魔族杀 我们可不像岳家那个人族那么傻 毫无准备被你反杀 你就等着被万妖他推逝吧 万妖大会就是请君入望 只可惜你们一个个都胆小如水 根本不敢正面和本尊硬高 才搞出这种鬼欲击 这里由我撑着 能给你们争取离开的时间 魔族 这妖塔 你一个人能对付吗 还有圣女的 喂 凤婷 魔头 有办法的话 赶紧也写了本皇身上的束缚 走吧 这里还有半刻钟 就要被妖塔完全吞噬了 魔族多保重 凤婷 你别走啊 带上本皇 就算失去了前世的记忆 却依然那么绝 真是 我伤势已负 就算我足联手 也最多同归于尽 一个魔族奈何不了我 让我去吧 莫问 这是我的事 你天天叫我夫人 难道都是宝教的 你 你恢复记忆了 记忆还没有完全恢复 但足够认出你了 太好了 莫问 对不起 当初没有保护好你 对不起 你我既是夫妻 自然统生死 何况 当初被魔族背叛之城 我也要亲手去报 我永远说不过你 我用三分之一元神护护 这是我最大的让步了 好 莫问你稍等 等我闯完妖族境地 马上来找你 马上来找你 就算能对付龙皇的妖塔都杀不了你 但妖塔开启的境地 必有非生大能守护 魔头 你必死无疑 哈哈哈哈 娘说的妖族真正境地 就是这里了 依照苏家境地的经历 不该这么风平浪静的才对 而且这布局 大胆闯入者 受死 人子咬的也比你有力一点 过关 每座塔都有守塔妖族 将这里的塔都破坏 就能得到妖族境地的全部力量 散闯者杀无赦 看来这么杀 太没效力 万雷劫 竟然还有安然无恙的 能挡住我万雷劫的威力 看来熟塔者修微不浅 闯官者 你身上拥有的气息 你和苏默那个贱人 是什么关系 贱人说谁 贱人说的当然是苏 你居然敢消遣老娘 一脸薄情香的孽种 一张嘴就是你那 父亲汉老子的腔调 该死 蛇女看样子认识爹你 娘说过 真相可从禁地中寻找 得从这女人嘴里套到话了 伦尊父母 他们在此界乃是 有头有脸的大能 一个无名小卒 别来碰瓷 无名小卒 当年要不是老娘 你那无情老子 又如何躲得过天罚 一步飞升 天罚 天罚 我爹堂堂魔族魔皇 飞升还需要靠你一个蛇族 你飞升得那么仓促 果然另有隐情 小子 天罚可不是天劫 不过没必要和你说那么多 你马上就要死了 蛇毒 我明明已经设下结界 什么时候 难道是从一开始 没错 从你见到老娘的第一眼前 蛇毒就已经弥漫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 他以为我中了毒 我只好将其究竟 问他真相 既然我都要死了 你可以告诉我 天罚究竟是什么 为何要针对我爹 这个秘密 你一个死人 已经没必要知道了 那我不死了 你可以说了 你 没人中了我的腐心毒 还能不死啊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先来后道不懂吗 先回答本尊的问题 什么时候 我的尾巴 蛇子 蛇子 竟然全部挡住了 说 还是不说 说 蛇屁 没有原神记忆 没法知道真相了 不过蛇女飞生前留下的修为倒还可以 这种蛇毒 比于仙月当初害我的毒 可高明多了 不错不错 我们早看这蛇婆不顺眼了 小子 干得好 好 未经许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位前辈可是龙皇龙九和凤帝凤婷的长辈 龙九那个不成器的当了首领啊 凤婷这孩子不是废了吗 两位前辈是何时非生的 他俩早已是两族组长 也是 多过了一千年 虽有千年 但当时的凤婷明明已经废了领根 想不到啊 一千年前 那是爹娘才刚结尾到里 他俩不可能知道后来发生的那些阴谋了 老子 看你路数 你是人魔混血吧 人魔混血 莫非你是乌鸦和苏默的孩子 两位前辈认识晚辈父母 要不是当年已在非生阶段 倒是想亲自去贺喜 并住几笔之力 我也是 一族结合会惹来天罚 没去助力 是汉事 请问两位前辈 天罚究竟是什么 天罚之意 就是非生后的大能门的规则 真正的用意 还得等你非生后才能动息 如此 多谢两位 那 前辈 你们 鸡小子来这里的目的 不就是拿走我们非生后留下的羞伟 送你了 当年我曾祖父的父母 一直是我的天网 我从今遇上你 可算是我的 同居心 能从天下 奉不休为 你也才会生 你什么不明白 老婆 神经将我的妖女羞 两位前辈大恩 等晚被非生后耐遇 立定报答 慕尊 如凤族前辈那儿听来的讯息 这个凤婷不简单 查的如何 回禀尊上 除了于心月行僧不明外 其余三者 卸在族中闭关 我尊 据我们凤族调查 蛇族早在五族大战时 就已暗中搬离了领地 我们早有遇到 我莫问的年神怎么样 仙师的方位居然不是魔族 而是兽族 如有妖族与仙月动响 可用传讯时通知 我尚有要事 先走一步 你又不是姓魏的 何必让我跑这一趟 专门带你来看看死囚 姓魏的被这女人迷了心智 我这不得亲自看看 她有没有把人弄出去 你这是不信任我兽族的看守能力了 我不是不信任你 而是这女人不简单 上次和那魔头一同死里逃生 有了牵车之剑 这次我们才要留她性命 以魔头前来 彻底杀死 你一动不动就发胃 你们兽族天天吼得我耳朵疼 总比你们蛇族 整天扭来扭去 暗夜来得好 我说 你们兽王都还没说什么 说得你好像没见过我们兽王 哼哼姐姐快给本王变法术 真让一直叫我嘴嘴吗 本王想叫你什么就叫你什么 要是不从本王要 问问 终于找到你了 你没事吧 别碰我 你王小开过头了 本王的神偶书毫无破绽 连大祭司和蛇女都看不出来 你是如何破解的 我没有破解 我只是知道 眼前这个不是无用 你骗人 你不肯告诉本王秘诀 夫人 你怎么惹哭小孩子了 夫君 没事就好 哇 你们两个 当本王不存在吗 还有你 你是怎么无声无息 突破本王上下的结界进来的 突破这种结界 对本尊来说并不难 这一点 你该比任何人都清楚的 寿王前辈 如果你不答应 我介绍 نے 你不想像 你不想像 我 我 你不想像 我 夫人 你怎么惹哭小孩子了 夫君 没事就好 你们两个 当本王不存在吗 还有你 你是怎么无声无息 突破本王上下的结界进来的 突破这种结界 对本尊来说并不难 这一点 你该比任何人都清楚的 寿王前辈 当然不会忘记 本年前曾败在一个后辈小子手上的耻辱 要一雪前耻的话 本尊奉陪 师父 什么情况 寿王前辈体内好像有两个灵魂 不时就会转换 两个灵魂 不会是故意演戏骗人的吧 师父要是不信 可对徒儿又送回术 好 师父请 莫问 帮我护法 以防有诈 盛光洁剑 师父 居然是真的 你为何会有两个灵魂 要不是你 本王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 本王被你击败后 受到贼人偷袭 差点魂在扩散 为了保住肉身和圆魂不灭 本王开启了一节隐魂术 圆魂的瞬间强大 令偷袭的贼人就此双手退走 此贼人能轻易突破兽族后方防线 唯有一人最有可能 还可能什么 百分百是那个道貌爱人的大祭司 即使明知是他 但本王并无证据 贸然出手只会两败俱伤 还令兽族内卫分裂 给他足可趁之机 所以你想借本尊之手 帮你除去这个叛徒 本王帮你从大祭司手中 偷龙转风宝下圣女 可算结盟成业 师父啊 反正你跟大祭司也有仇 咱们统一战线 为何会想到 和我这个曾经的敌人连续 我什么时候有我的无敌了 因为师父你是此界唯一一个 拥有太初神魂的强者呀 他怎么知道你太初神魂的秘密 天坂 糟了 数族禁地 我们也出去看看 好 青生沙好像出事了 不行 我得马上赶回去 我陪你回 魔尊 天坂降临 小族禁帝被移为贫地了 臭小子 天坂把苏家禁帝毁了 小妹的魂灯 娘的魂灯 由我神魂能量护持 并未有失 这界二远三的天坂 都是针对各族禁帝 绝不会只是巧合 莫问 你做什么 我也用三分之一元身护你 这样 无论我们身在何处 都能知晓彼此安危 并能及时赶到元首 莫问 你说过要接受 五族禁帝的能量 如今天法降临 禁帝能量 很有可能被毁灭 你得抓紧时间 我会牵圣山一趟 一旦稳住局面 就马上回来找你 好 你自己小心 你是数族禁帝 是天坂 数王 先祖大能 赴我抗天之力 数王 你安心去吧 你恭喜你们数王 还真是不要脸啊 大祭司 魔头 你居然没死在妖族禁帝 还敢主动招上门来 五天之下 还没有本尊不敢的事 那你敢让你心爱的女人 为你而死吗 回来 你居然没死在妖族境地 还敢主动招上门来 普天之下 还没有本尊不敢的事 那你敢让你心爱的女人为你而死吗 魔头 乖乖受死 我们就放了你女人 否则 你们就只好再死一次了 受网的人物属的确逼人 只可惜还骗不到我 你俩暗算我的仇 原本我想慢慢清算 可惜时机太差 哎 便宜你们了 独服心毒 什么 这 这是仙毒的狮毒 你 你怎么可能不管你的女人 就凭你们这种破色 别想抓本尊的夫人 当初被你们这种破色暗算 才是本尊的尺寸 哈哈哈哈 魔头 你最大的弱点不是你的女人 而是你太过自负 今天就让你死在我手足最强的 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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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救命啊 你 我就知道师父一定会来救我 我的剑撑不了多久 这点时间 做笔交易吧 师父 你的能力远不止于此 应该能解决 我能解决不代表我要帮你 我帮你对抗天法 你们受足禁地的非生大能修为 师父 你怎么能 你自己解决吧 够会无期 哼 算你狠 只要能挡住这次天法 这个交易 本王答应了 这才爽快 啊 啊 师父 要做什么 你打得实在太烂 本尊给你示范一下 什么叫逆听而行 卓寿灭记 哇 真厉害 不愧是我师父 要不是本王魂元未复 怎么不到这臭小子出风头 本王担心的是 他退一次天法后 下次就会降得更 那 师父难道要追上去 不过 师父 你 你怎么把降下天法的使者都给杀了 你小子是疯了吧 到时候整个武族都得因为你的行为陪葬 你们还不明白吗 天法不过就是已经非生的强者了 对修仙武族的压制 只要够强 他们能奈我和 兽族非生大能的修为 本尊收下了 后生可畏 我等就祝你 以致力 我这边解决了 鬼族和魔族不知如何了 我们分布在武族监视的人 今日天法的情况如何 须命尊上 神族和妖族近地被毁 其余三族天法被倒下 尊上 天法来的时候 鬼族是鬼王一律倒下的 但魔族的天法 却是近地自个儿倒下的 魔族不是魏葛在主事 还没出手 魏葛那个叛徒 自从知道 尊上在找他报仇后 一直躲在他那王八领地不出头 我们都没法找他晦气 你们不是他的对手 不要去送死 本尊会亲手解决他的 魏葛在谋划些什么 倒是无关紧要 只是魔族近地 什么时候拥有能自抗天法的力量了 你会用这种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什么时候拥有能自抗天罚的力量啊 师父 那个 他说什么了 那不是大谢司的领地吗 师父 我去看看 火尊 天罚结束了 但是蛇族领地突然无故炸毁 需要去查探下吗 臭小子 小妹的浑灯没事 但是夜家在天罚过后突然炸了 苏家不会有事吗 连着三个地方 还都是当初暗算我的家伙们所在的领地 绝不是巧合 凤帝 蛇族领地查探的事 有劳你了 至于苏家 只要我娘的浑灯还在一日 苏家就不会有事 查探完我会再联络的 哎 你这臭小子话说得那么慢 到底有啥 快救火呀 救火 我知道了 你们都去救火吧 是 查到怎么回事了 什么都没查到 这爆炸是突然发生的 而且爆炸范围 只集中在大祭司同下的领地内 着实古怪 我问你 蛇族女王来投靠你们受阻的时候 安排住在哪里 于仙月 本王将它安置在东边的会客区 便与本王监视蛇族的举动 说得好 现在带本敦去会客区 哎 师傅 你认我这个弟子了吗 我马上带你去 先走吧 好吧 师傅 你是不是跟我了 不是 哇 白高兴一场 这就是于仙月住的屋子 于仙月都被你杀了 你还到他住的地方做什么 被我的魔际铲住 居然还能动它 看来这股力量 不是你的蛇女的 看血上 师傅 你们是吧 想不到这蛇女这么歹毒 还敢暗算咱们 没事 只不过这光剑的力量来源 和天罚如出一辙 里面已经没有任何机关了 师傅你说的意思 于仙月和天罚那股力量有关 哇 这石头好像不能缩小 放进乾坤带这些储物空间中 于仙月从哪里搞了这么个东西的 接二连三的无故爆炸 还就是要毁灭这些已经无垄的石头 要么就证明 这些石头中 有无意义的讯息 只是他们怕是也没想到 于仙月离开了蛇谷连地 带着石头来到狮 所以也有想到这个六名的证据 前辈在上 晚辈于仙月 诚心助导 天涯之子必须死 日成之后 你们几个参与计划沙坛 就能获得一同五族的力量 否则 你们唯有神魂俱灭 切记 晚辈静静 这个虚影不知是谁 听他说的话 难道是老丁的仇集 师父 你说这个虚影家伙 凭什么夸下海口 能给他们力量一股五族 这是什么呀 师父救我 用一半的元神之力 进去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玄机 离仔马 一个人 开心 如尊与 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本王的兽族力量产生了响应 嗯 我们哪里有五族力量 五族力量 谁说没有 太初神 五族力量 开启 不愧是师父的太初神魂 莫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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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九个通道中散发出来的气息都不容小觑 可难选哪个走都不简单 我一半的原生已经去莫温那边了 现在只能赶紧摊查完此处回去 这是我的世界发出的气息 你到底是谁 说的关于你的世界是怎么回事 师父 这说来话长 得从我是九重灵界的先知说起 九重灵界 是由九个修仙界组成 从低到高 天地间的灵气越浓郁 修仙者的修为越强 修仙者能依靠飞升去往更上的世界 我的世界是第五层 师父你在第三层 所以我原先的修为 可比师父你高多了哟 那你不飞升去更上层 跑到下下层来做什么 就因为我算出 未来九重灵界 将会被一个身庸太初 神魂的修仙一同 所以遭到四重天罚 等着肉身云灭 意思神魂苟延残喘逃到此界 你算出来的那个人是我 然后提前泄露了天机 导致我今后将有无穷无尽的阿 就这样 你还想让我收你当徒弟庇护吗 师父 你很有用的 你看啊 哇 这里果然是魔力九重灵界中魔的世界 我们说不定能在这里找到更多线索回去 也唯有如此 师父 我要是这次立功 你就收我好不好 看你表现 莫为 怎么伤成这样 清神山灵气未曾完全修复 鬼族趁机入侵 原本清神灵气克制鬼气 但不知鬼族得了什么秘法 轻然转而克制轻然灵气 导致我鬼气入侵 这才 我尊无用 既然来了 可敢出来与本王一战 清神 录下的这份节目 能帮你修复清神山灵气 也安心做了修复内伤 就退了 伤你了 可你如今只有一般会员里能在世 让我和你并肩作战 放心 我身上有克制鬼族的功德 对你夫君的实力要有信心 我去居住 我要做的就是赶紧恢复 好尽快去支援勇格 鬼竹作风 莫非就是鬼谷碎碎吗 给本体写的 魔尊无用 曾被本王杀死一次 居然还敢这么嚣张 真是不怕死 什么最强魔尊 连兵不厌诈的道理都不懂啊 你知道什么是华虎不成反类群吗 冒牌虎 什么 你 怎么会 为什么我都鬼翻不听实话了 等等 佛尊 我有情报要说 说 说到你了 就算我不是鬼王又如何 只要练成鬼族的捆线索 量你是大罗金仙 都要束手就擒 都说你修为高 我倒要看看能不能吸干你的修为 帮我突出到魂王境界 什么修为这么无穷无尽 为什么无法停止吸收 不要 不要了呀 陪你耍了这么久猴戏 结果却只从你原神中搜出这么点情报 浪费本尊实践 是一个冒牌或只是一个马前卒 他接收的命令 只是为了利用莫问将我拖住在青盛山 不用魔尊 别来无恙 怎么鬼族之王也喜欢藏头落尾了 我的感知已经遍布整个青盛山 鬼王沉静的真身根本不在此处 不用魔尊 名人不孙 我今日此举 只是为了与你做一个交易 你我生死仇敌 谈何交易 如果此交易涉及到青盛山盛 魔尊你最爱之人 怎么回事 莫问的护体真心 居然在不受本人控制的情况下外溢 属魂阵 这个阵法居然不是用来害莫问 反而是来帮她的 青盛山如今只剩空壳 全靠圣女消耗元神维持 可圣女的元神又能维持多久 目前莫问的情况的确不对劲 就听听对方到底有什么目的 说说你的交易 我可用鬼族离魂大法 将你妻子的元神从圣女身体中抽离 重塑新生 无用魔尊需要回报的 只是同我一起去杀一个我们共同的敌人 如何 共同的敌人 就是魏格那个狗崽子 他旷骗我们联手杀你后得了大点修为 现在入侵我鬼族领地 属是该死 陈静老谋深算 怎么可能被魏格算计 看来这又是一个请君入望的局 哼 既是如此 鬼族之王想要区区一个魔族的命 还用不着假手他人 魏格今时不同往日 他已得到魔族所有非生大能留下的修为 非生大能修为 莫非是魔族禁地中的 魏格如今已突破魔神修为 只有你我联手方能将他处决 再晚 怕是奈何不了他 好 事成之后 别忘了你的承诺 事不宜迟 我带路 我们赶紧去 无趣破许 莫问你见机行事 但一定要确保自身安危 夫君也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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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座山头就是我的领地 让徒儿带你 啊 我的家 师傅 别动手 我还以为真的到了我的世界 原来只是一个幻想 真可惜 这玩意 这大闹一通 我又得用好久重建家园了 这是你养的灵兽 不是的 师傅 这是我的本命灵 本命灵 本命灵相当于修者修出的第二条命 一旦本体重伤或是死去 就会陷入狂暴 本命灵无法被别的修者杀死 因此本体依靠本命灵的自我修行 就能死而复生 就知道会是这样 这帮趁火打劫的垃圾 不是说本命灵无法被杀死 是的 但本命灵陷入狂暴时 隐喻极易外泄 就会让尚未修炼出本命灵的家伙们来分一杯羹 本命灵在无法被杀死的漫长岁月中 要不断忍受围杀 我可怜的本 血光重以振 师傅 没用的 这里是幻境 我们的力量没法包 什么 你 你是 你身之力的作怪 难道这凌智的人体还没死呢 一旦本体没追 我们吃不了兜就走 撤吧 有些勉强 不过倒是证明了一些事 这个幻境 混不住我了 多谢师傅借我本命灵 还有 师傅 你好厉害呀 到底是怎么将幻境外的垃圾门头打退的 方法告诉你了 给你一刻钟礼物 出不出的去 就靠你自己了 魔尊果然好手段 本王不会输给你的 终于能出去了 也不知道我的本体在外面对付的怎么样 下 下 别放过他们 魏阁小贼 心无骨祖太甚 今日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哦 为了这叛祖还真来了 哈哈哈 鬼王 人都带来了 不用眼了吧 说的 偷袭的太早了吧 不 实际刚好 区区一个鬼王灵体 居然能破护护体屏障 不对劲 不用魔尊大驾光临 先让本王一进地处之遗吧 先劳大振 急 一张破网就想困住武器 魔灵写胜 哼 手下败将 你早就已经不是魔尊了 魔灵先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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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是我的 你没资格叫我的名字 住口 今才是魔族的魔罪 魔族的事 魔的是不用的的文旦 杀了事替天行道 无用怎么背叛五族了 他这个天上 差点心怒天竟然受到天罚 无用的事 谁都不能说 我问 那个混蛋的事你别再管了 反正他这次必死无疑 你知道的 我对你 这个天生 那你我之间无话可说 你三番小菜 今日我不会放过你 我无用 这事都是那个杂种 你才是全种 明叔我先认识你的 我到底又哪里比不上那个混蛋呢 你哪里都比不上无用 青少珠魔阵 心 那我也要得到你的人 什么 这个血王结界 这是 无用那个小子的力量 什么小子就是秀为容易体的 结束了 你还要得到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还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的 我倒要看看无用那个杂种还在你身上留了多少后招 魔魂剑气 那小子居然连魂元锻造的保命剑都给你了 怪不得你对他那么死心塌地呀 但是我如今有了不死之身 只要你回心传意 我保你 放行 你敬酒不致吃法酒 那就别怪我用强硬手段了 无命 正如他本人所说 即使是魔魂剑也杀不死的 越才伤人愈多 魔魂剑怎么 难道是无用出事了 哈哈哈哈哈哈 那小子终于魂飞魄散了 哈哈哈哈 莫问 这约是我 前辈尚先留给我的宝器 秘密在密室的 怎么会到此 秘密是不死之身 那五个分身怎么还没复活呀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师父你真厉害 有你的方法 我们真的回来了 一切回来了 无用 莫问 你怎么真气损耗这么严重 没受伤吧 我没事 你回来的正好 你本体给我的魔魂剑突然消失了 是不是你本体出事了 我 无用你这杂种 为什么还没死 感动我是不是娘 老死 想用我的术法反击 哈哈哈哈 太天真了 你们只会 师父你看 图案 不对 啊 啊 啊 这股力量思想相识 在巨石密警中遇到的阻碍很小 师父 这个魔头身后连着那块巨石 是巨石在给他提供力量 莫问 你不是担心我本体 去看看那边情况吗 这里交给我 莫毛 图着你师娘 有一点损伤 为时就让你逐出师门 师父你放心 我儿子 师娘一根蛤蟆都不会有失 与其小心 我足咋找 起死吧 太弱了 太弱了 这股力量似曾相识 和巨石逆境中遇到的阻碍很小 师父 这个魔头身后连着那块巨石 是巨石在给它提供力量 巨石 是你 这巨石 为了 为了上限 到底有问题在里面 莫问 你不是担心我本体吗 去看看那边情况吗 这里交给我 莫毛 固执你师娘 有一点损伤 我一时就让你逐出师门 师父你放心 我儿子 师娘一根蛤蟆都不会有失 与其小心 国族杂种 去死吧 太弱了 兽族的秘法 鬼王眼光不错 人族 妖族 兽族 都是些没用的家伙 最后还是要让本王收拾你这五族祸害 就算本王的鬼影刀 一时破不了你的房 在你被完全锁魂的状态下 还能挡下这必杀之招吗 师父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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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无用 武族最大的祸害 本王终于将你 啊 怎么回事 五藏六福像是被烈火灼烧 你弟弟发生什么事了 为什么我反而被自己放出来的骷髅给锁魂了 你为什么杀不死 为什么能逃脱我鬼族最强的锁魂大法 又为什么 又为什么能从你身上拿走鬼族禁地 非生大能们留下的修为 很简单 本尊一开始就说了 你太弱了 根本发挥不出这份修为原本的力量 你一派狐烟 一派狐烟 一派狐烟 本尊就让你开开眼睛 鬼族无上秘法 锁魂术 不主不罪 不可能 这是神才能做到的事 你怎么可能将灵体生入增骨 还是不信 那本尊让鬼王你自己体验一下如何 什么 不用 本王 本王相信魔尊你的能力 不用再试了 这可轮不到你说不用 毕竟暗算本尊的仇 咱们还没算呢 本王的肉身 你这个魔头毕得意 就算你杀光了我们 也会有上仙替我们报仇 小心 和我推测的差不多 自身魂缘不够强大的人 无法承受速魂术 一旦失败 还会反噬失负者 你如今肉身和魂缘 尚未完全稳定 今后继续留在鬼族禁地修行吧 请尊无主之令 我问他们到了 看来是我魂缘被反噬 导致不吻 让他担心了 本尊在你魂缘中加了五族秘法 能让你的修行事半功倍 这就去吧 多谢无主 无主保证 也论人 numbers ерм bowling 分枚 你们来了 你元神好像受了损伤 快找个地方 我帮你疗伤 师父 你快让师娘帮你治疗吧 不然他都要担心死了 莫文 你如今的圣女身体 就会不但消耗你的元神 直至你生魂俱灭 所以我现在 要将你元神抽出来 以你自身的元神重塑身体 你相信我吗 我自然相信你 只是强行将我元神抽出 圣女的身体 还来不及得到 下一人灵体补充 那青生山 就无人守护 这个吗 那先让我这徒弟的灵体 进入圣女身体中 当个过渡吧 这 对孟宝卫梅也太过 师娘你放心 我的魂元力量 和你们不是一个级别的 此阶的消耗对我来说 只是九牛一毛 你答应了这么爽快 最大的原因 还不是不想和兽王 再共用一个身体吧 嘿嘿 知我者师父也 我终于要拥有 自己的身体了 你的元神 每时每刻都在被消耗 如今有方法 令你真正重生 我一定要做 好 但是你要答应我 绝对不能令你自己有事 事不宜迟 我们这就开始吧 麻烦受王提本尊护法 交给本王吧 为了救孟王 以分身形态进入巨石秘境 在秘境中经历幻境 破解秘境出来后 恰好从魏阁手中救下莫问 如今在魔独境境地 是时候和这个叛徒 侵犯总装了 小小寒冰就想动作 未免太天真了吧 别急 好戏才开场 这是什么妖术啊 妖族人族秘书 都只是钱菜 清理门户 本尊这把魔魂剑 当人不让 为什么没办法再分裂复活了 前辈别走 救我 什么赏心前辈 这么索 居然想跑 我就知道前辈会给我力量了 我的原神 我不想死 竟然好心送装备 本尊没有收到 这法宝不是本界之物 看来所使魏阁五人的 所谓上心前辈们 就是靠了这种东西 联络他们的 先收起来 到时候就靠着法宝 来寻找他们的主力 算一算组成 好了 最后就只剩下 魔族禁地的 非生大能们留下的修为了 魏阁以为杀了我就能主宰魔族 真是愚蠢 连真正的魔族禁地 都不知道怎么看 魔族禁地 我被为过他们暗算之前 虽然知道怎么进入魔族禁地 但是当时修为还不足以开启 没想到如今今来后 是这么荒芜的一个所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背影是老爹 儿子 你终于来了 老爹 儿子快被你拍死了 儿子 你说说你 这么迟才来 我在这里 都快无聊死了 每天只能打邻居玩 他们都不轻打 一点意思都没有 这里的确除了老爹飞身后 留下的这个修为能量 具象化以外 什么都没有 难道 老爹 你说的邻居 不会是魔族 其他飞身大能们 留下的修为吧 不然呢 这禁地里 除了这玩意儿 也没别的了 老爹 你自己现在也是这玩意儿好吗 臭小子 还是这么没大没小 老爹我直接收拳了所有修为都给你 省去你 争夺的力气 这么好的爹 你打着灯笼 我找不到 是是是 不错 虽然来得晚 但这身修为 没给老爹我丢人 老爹 自从你飞身后 我发生了不少事 老爹 你和娘当年 到底有多少事瞒着我 好儿子 能救出你娘 就是最重要的 雍儿 四界的争斗 你已经了结 所以 不再重要了 至于你所说的 九重灵界的事 回复如今的神石也不值 只能等你 飞升后 我们一家团聚 再做商议 老爹 儿子 赶紧飞升上来吧 对了 带着二媳妇一起 莫问那小丫头可不错 得让你娘好好看看 老爹 娘 儿子马上就去 第三层的妻子全军覆没了 你的小子 这将会令我们陷入 万劫不复的天命之人 我倒要好好招待招待 去做准备吧 务必要将它消灭在第四层 失败的后果 你我谁都承受不起 诸仙令 老子等这一天很久了 这家伙赶上来 就马上让他神魂俱灭 天地都不容的玩意 就地正法 才是替天行道 杀天命之人的报酬 可是在修炼三千年都抵不上 这份功劳谁都别想跟我抢 全族听令 去飞升通道 勿下天罗帝王 诸仙令一发 整个耕天界 就都要与勇儿为敌了 夫人无需太过忧心 勇儿来了此季 也该让儿子 感受下父母的爱了 回复会让他感受到 什么叫 父亲如山 魔尊真是好手段 好说 莫问 从今往后 你才是真正的你 嗯 我不会再离开你了 莫问 我 师父 等下个瘦女魂体接班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能去下一层找你了 夫君 你 你现在要飞升了 本王从未见过这么声势浩大的飞升阵仗 按照魏格那五人的说法 去往上一层后 等着我的指挥是更大的为上 我不能再让莫问冲到当初因我而死的覆辙 我已经去妖族和凤帝打过招呼了 五族堂也去交代过了 差不多开始吧 兽族兽王 人族圣女 妖族凤帝 鬼族鬼王 魔族新任魔尊 无其莫问 请助本尊一臂之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兽族兽王 人族圣女 妖族凤帝 鬼族鬼王 魔族新任魔尊 无其莫问 请助本尊一臂之力 好 这次你等我 我会去找你的 我等着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再多有何妨 天地 谁能等我 师父 不要 不要 即使这些上层的家伙也置我于死地 那我飞升上来的动静 恐怕早就被他们掌握 李安武 而且飞升消耗的能量太大 应该能坚持不久 第三个办法 到底是哪个倒霉弹飞升 需要咱们下九门全体主动击杀啊 谁知道呢 中三世家下达的命令 还不是向来服从就是 那 那自己怎么不来 说你是相巴佬的 这都不懂 中三世家以上的修成啊 自身乌鸦太大 没法下到咱们这个地点的 来了来了 马上准备 都拿起精神 别被别派的抢了 这滚天气手工 是我们的 大叔 全力上 艳阳之中 也好 会以会这所先进的能力啊 真想不到 一个区区飞升的下界修成 居然能杀我们这么多人 这下界 莫非都是这种修成 那我们可就 别说那么多了 带尸体去中层三大世家交差吧 也是 折损这么多人手 也是 也是 该去多要点奖赏啊 不如在这里纠缠没用 // 神于神 三乘回忆修围 神迹的真正强者 实力还未可知 还得继续提升修围才行 那个气息 是老爹 看来用下界的功法 是无法打开这个镜子了 这是 儿子 快来快来 老爹这镜影术撑不了多久 被发现就糟糕了 老爹 你这混得有点惨啊 臭小子 老子那都是为了谁 你金蝉脱俏的事 瞒不了上面那几个老家伙多久 这里也一样 我和你娘只能保住这地方 不暴露一家子的时间 等你再次修炼有成 出关之日 我们一家三口 再给那几个老家伙迎死瞧瞧 老爹 你和娘一定要等我出关 千万别为了我逞囊 哎呀 知道知道 那就这样 知道老爹 这个岛到底 唉 每次都这样 重要的是一句媒体 好歹告诉我 这个岛到底都有些什么吧 好家伙 每一只的静静 都看比夏季飞生大能不凶 真是轻点 算是杀完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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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优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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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場 优独播剧場